這個施漢他這個八年級生 你的這個目前的資產可以翻好幾倍 你說你用的方法是做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沒有那麼熟悉的 可轉換公司在 你把當初的錢全部轉過去做 為什麼有這麼好做嗎 應該是說其實現在短線的話 它可以累積這個從小到大 但是如果你要讓你的這個 生活品質提高的話 你不可能在那邊短線衝來衝去 我覺得這很困難的 你一定要做所謂的什麼資產配置 那波段來講我自己 我是比較習慣使用的是可轉載 這個市場上也很少人提到這個工具 那這可轉載 因為大家現在很多標的可以做 有必要做CB嗎 CB有非常多的標的 現在非常多熱門股 等一下後面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是我從2019年中 到現在的一個禁止 然後最近在準備寫書 就有看到這樣的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這途中遇到非常多的什麼 非常多的利空事件 從250萬變成1052萬 對這個是使用一種工具 也是小資族可以使用的 叫做CBAS 它是可轉選擇權 另外一種這個可轉載的一種工具 那這個是我今年 這個風險操作的難度跟風險會不會好 它操作的難度相對比較低 等一下後面會有一個字卡 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是今年的這個操作可轉載的一個績效 那可轉載大概是什麼呢 可轉載其實就是這個一個債券加上一個選擇權 那其實就是基本上你把它可以打 把它想成是一個債券 那如果你買110塊的話 在公司不倒的情況下 基本上那100塊是保本的 所以說那10塊錢是風險 所以相對起來現在市場上不是有在喊這個 長榮被套怎麼辦 那130塊的長榮跟130萬可轉載的長榮 那相對起來如果你真的被套住了 你130塊的長榮可能 Maybe如果真的往下跌 不知道會到哪裡 但是長榮可轉載呢 最後大概只會跌到多少 趨近於100塊 所以你相對起來 你的下檔風險是有限的 但是你的獲利呢 卻可以跟股票一起享受這個獲利的美食 債券的保本的風險 所以我常在講 我常在講它叫做有錢人的礦山 基本上只要公司想賺錢 因為可轉載的初級市場 幾乎都是特定人認購的 所以只要有公司想賺錢的話 就會有這個可轉載存在的一天 那可轉載有什麼好處呢 我把列出來這三個我認為 上班族三大必學可轉載的原因 第一個做得到 你小額投資 你破斷免釘盤 你大概10萬塊20萬 你如果使用CBS的方式的話呢 你是使用權利金的方式投資的話 你相對起來 你的資金不用太多 而且呢 不需要太多冰盤 你只要知道公司 去了解公司背後的故事 跟著怎樣 跟著這家公司的這個 這個大戶一起走 我覺得其實相對起來比較容易 那第二個呢是睡得著 這損失有限獲利無限 你相對起來你知道你投入的 例如你是買CB的話 你買的CB的情況下 你就知道你是 100塊以上是你的風險 你不會因為這個5月份 5月份的本土疫情 或者是這7、8月份 像我7、8月份我自己 相對起來我自己也是抱得住的 我波段其實沒有砍 但是我的部位損傷也沒有很大 第三個是抱得住 因為有非常多的這個操作可轉載的 這個應該說可轉載會發行 通常都是因為背後公司有故事 像這個剛才很多檯面上的標的 例如什麼光照啊 或者是這個長榮啊 很多那有非常多有故事的 你只要跟著這些大戶 因為他們發可轉載 基本上初期都是自己認走 那認走之後呢 通常後面有故事之後 你就可以跟上這個獲利的新藍海 OK有看我們頻道就知道 那個其實鄭天怡老師也在推這個 他也覺得可轉載公司真的蠻好用的 相對起來他會比較比 你每天在那邊做當沖來的好很多 因為非常多的朋友 他們因為從當沖失敗之後 然後靠可轉載 又找到他另外一個投資的一個節奏了 那為什麼短線要學可轉載呢 這上面可以看到就是說 比較容易可以操作 也比較容易透過可轉載資訊 找到股票的發動點 這個從長榮的例子 我們到時候有機會再跟大家提一下 OK 好 這個今天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個可轉載公司在 這個當然要跟大家細細分享 可能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那當沖達人先告訴大家 做這個他覺得是更容易勝率更高的 那如果有這些投資人說 我還是做股票比較習慣 股票現在這個排面上 這個活蹦亂跳的也這麼多 有沒有辦法再找到下一個航運股呢 有這個機會嗎 如果他沒有買台積電聯電的話 對如果說以航運股看你是 當然現在不容易找到那種三十塊 再漲到兩百塊的航運股的那種波段 但是你說有沒有辦法從一百漲到一百五的 這種我覺得還有一些機會 那也是呼應剛剛來賓這邊提到的一個看法 我也認為資金應該是回到電子 那只是說現在電子有出現幾個 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去看 我剛剛在節目初期的時候 我有提到這個馬來西亞的疫情 那現在馬來西亞的疫情 因為這樣斷斷續續 所以有風沒風 所以他的出貨整個都很不順 那現在整體來講的話 晶片就是以IC設計來講 現在受傷的程度 就是出貨被delay的一個程度 目前最缺的第一個是二極體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是MOSFET 然後第三就是所謂的小IC 小IC裡面當然包含MCU 然後其他才是感測IC 這是一塊 那現在台積電這個地方 在另外一邊的台積電 又開始調高他的這個代工價 那聯電更不用講 事業先進更不用講 那個早就已經滿了 那現在面對到的就是說 IC設計它會有出現一個問題 我的終端產品 如果終端產品叫做LCD TV 過了奧運之後需求下來 我的終端產品如果是PC 也可能下來 Notebook現在還在撐 手機有一點下來 所以如果我的面對的中端產品 客戶沒有辦法讓我IC晶片漲價 它不讓我漲 前一陣子的時候 你還可以趕喊漲 那現在越來越接近 Christmas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見光時 對不對 就是開始就喝熊黃酒 都限出原型了 所以這個裡面到目前為止 各家都認為 目前唯一 在第三季還有辦法漲得動的 只剩MOSFIT 只剩MOSFIT 那只剩MOSFIT的話 那第三季如果再漲 第四季應該獲利 還會跟第三季持平 所以這裡面我把幾個東西 做了一個交集 第一個 你既然馬來西亞有百分之 全世界百分之十五的封測廠 那重點又是MOSFIT 那MOSFIT的封測 像馬來西亞封不了 所以它的這個訂單 可能就要試出來 所以這裡面涉及到的一檔股票 就是這個6525的傑敏KY 那這家公司是聯軍的子公司 我們從EPS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它前一陣子就是收費到 這個封測價錢跟金面價錢一直漲 所以它連五個月的營收創新高 我們可以過幾天來看看 這個月上個月 就是八月還有我們辦法 再繼續創新高以外 基本上這是一家 可以賺到六塊半的公司 那如果以今天的收盤價來看的話 大概本益比落在15到16倍 其實真的不貴 如果你拿來跟這個蓬城 跟強茂比的話 它算低很多 那再來各位 你從技術線型的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叫月線 月線它怎麼走呢 因為這個地方100塊 是它前一波的高點 所以它這次是突破了100塊 形成了一個月線的大量 然後之後再做壓回 那一般我們來講 量先駕行 最高點不會分佈在最高量上 所以換言之這個132 不會是它的波段高 那這一次它壓回來 正好又守住100 那如果各位 再從日線的角度來看 它現在在這個104到106這個地方 正好是它的一個大量的支撐區 所以最近 如果說股價有回到這一區 開始在整理的時候 我認為投信這幾天的賣鈔 應該結束了 為什麼投信要賣 因為投信是這樣 它買了很多的車用電子 然後結果都已經把它鎖住 然後一直到了九月份的時候 它想短萃一個題材 那個題材叫做蘋果的新品發表 所以它把錢挪去做蘋果的一些 不管你是做iWatch 或者是做Mini LED 它把錢挪過去之後 它就開始砍了一些車用電 那車用電它砍下去了之後 它發現回過頭來 現在這些瓶蓋股好像也動不了 因為雜音變多 所以回過頭來 它還是會再去買車用 因為你從現在到明年 你找不出一個比車用 或者是需求更大更穩定的東西 所以這個股票如果回到 我剛剛所說的那一區可以留意 OK 還是車用電子 阿士佩玲 你現在是比較最謹慎的 你覺得現在可以怎麼做 對 那我們既然是 以大家穩健操作為主 那我們說有一個操作方式 是美國人很常用的投資方式 叫稻窮狗 是從稻窮30張裡面 找出一年來表現最差的 因為那30張不會不見 那我們用一樣的方式 從0050當中 找出過去一年來 誰的股價是表現最差的 你可以看到最近 那個表現最好的是一年來 陽明 萬海 長榮 就漲多了 你基本面非常好 但是一年來 既然是台灣50裡面漲最多的 所以光獲利賣壓 或說獲利調整的賣壓就很重 但是相較的一年來 我們可以看到 古王大立光 現在已經不是古王了 光學的龍頭大立光 竟然還是下跌12%的 所以這些一年來 還表現的都還是下跌 但還是0050裡面的基歐股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 表現比較差的基歐股 去挑鑽石這樣子 OK show Arean 卻搞出了 證明 儀式 廣告